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谨先圣明 攻打万路门之前 要先肃清宗门 通知各门派三日后到凤山 芝芸的锦绣若找到便处理掉 是 宁起身仙图 不使爱他美 爱他美着翠三 激发卓越自护力 只言邀您收看娇摇 安斯 何事如此匆忙 立门主和陆门主一身伤地回来 不知又惹了什么事 沈姑娘 我还得去配药给 给新来的大夫送去 安斯 我出去一段时间 沈姑娘 您这去哪儿啊 前尘阁 小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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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魔头他们呢 怎么只有你自己啊 司马荣给的这个地图是错的 你怎么看的 这么看啊 你拿反了 应该这样看 门主他们回来了 这 他身体有无大碍 身体没什么 只是这伤口治愈 这就没你什么事了 下去吧 是 要是顾寒官还在就好了 门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女魔头 历尘兰 他这是怎么了 你没事 如果ella 不不craft 你没事 我没事 把人家与 Menschen 你 Fact 你英雄 员 这万军舰越发霸道了 女魔头 你也先别太担心了 今天还是有好消息的 千尘阁那边说 我大伯父已经醒了 大美然 醒了 真的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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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也像是有一件好事 太好了 把你们阁主交出来 既然已太晚 你们还是回去吧 别废话了 把人交出来 别废话 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 迟门主 这是什么意思 唐韵 锦绣在哪儿 你要找锦绣 应该去天玄门 来我清英阁做什么 别作戏了 锦绣已经多日未回天玄门 江湖谁人不知你俩是多年挚药 他不来找你 还能找谁呢 真的是抱歉了 迟门主 今天锦绣不在我府上 再也不在 搜搜便知 搜 搜 堂阁主 你可知这锦绣对金仙不利 他已是背叛宗门之人 你若阻碍我等刑事 便是担上了私藏叛徒之名 若金仙怪罪于你 就算我有心帮你 也无能为力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搜出什么来 搜 算这十日 骆明轩应该已经到了凤山 可能很快就会派人来找我 接下来打算去哪儿 你不必知道 有些事不知道反而安全 只是我告诉你的消息 要劳烦你多跑几趟 告诉其他门主 我这一生为天旋门而奔波 左右徘徊多次 拥有你这样的挚友 难得 不许多 我不许多 虞儿 我相信 不许多 你要帮我 是io 你不许多 你不许多 我 你不许多 我 我 你不许多 你不许多 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门主 门要发现锦绣公子 弟子们所有的屋子都没发现 什么 迟门主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 既然未寻到锦绣 点罢了 不过堂阁主 还望你听我一句 锦绣此人心术不正 你和他之间 还致早日划清界限为好 告辞 秦阁主醒来 实乃大幸 谢审老主 秦阁主可知 陆明轩还活着 而且我听闻是他杀了江五 所用功法和灭掉须宗门的功法十分相似 我怕 万一须须宗门知是真的 有没有做事正确 是唐玉和锦绣带给我的消息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葛主 秦阁阁 唐阁主求见 听闻秦阁主醒了 特来拜访 沈露主也在 锦绣托我将此信 亲手交与秦阁主 П落 童托 二位议下如何 如果簳仙真如心上所言这般 那他就是杀害了寒光的凶手 我不会放过他的 秦辰阁早已退出十大宗门之列 不愿再涉足江湖闻缘 你说须作门被灭门 罪魁祸首是金仙 正是 公子可有证据 都什么时候了 我的话还不足信 此事非同小可 苍稜不敢轻信公子一家之言 门主 金仙请人送来消息 说三日后在宗门召开会议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看来是个鸿门宴啊 门主 门主 醒了 我 满主息怒 怎么了 沐青 小丑八怪的眼睛变成红色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小丑八怪 想打架 沐青 你 你想杀我 你们都出去 石器 去叫司马仁过来 司马仁 你叫他来做什么 沐青 沐青你冷静一点 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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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尽 当手 城 沐青 尸 最近啊 记性越来越差 忘情到越来越大 而且总觉得你姐夫面熟 他叫 厉晨岚 厉晨岚 老板 你知道是要去哪儿啊 去回宿镜看看过往 很多人说 去看了回宿镜之后 你的钱财就会被清空的 到我这岁数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人生不就图个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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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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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